出轨门事后 好男人曾小贤又迎来大翻车 前段时间贤盒庄爆雷 一众加盟商独在成都总店维权 高喊 陈赫还我血汗钱 相关视频在网上大量流传 场面混乱甚至爆发肢体冲突 最后被报警处理 舆论发酵后 陈赫退股福建贤盒庄冲上热搜 被网友质疑拿钱跑路 苦了800个加盟商 留下数亿元大坑 陈赫亦是被千夫所指 作为一个严谨的up主 咱这里不能跟风键盘侠 本着高度的职业素养 于是我又去深挖了一下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闲盒庄的背后 此前不仅有陈赫 还有一个隐藏的超级推手 四川至善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所以这个锅不该好男人一个人来背 四川至善才是闲盒庄幕后最大的boss 更是许多明星餐厅背后的共同大佬 关小彤的天然呆 黄晓明的烧江南 孙艺舟的造门侃 尹正的黄鱼先生 都曾是他的副后操盘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凭什么能够网络一众明星 把靠流量割韭菜 做成一门成熟的生意的 现在很多明星的现状是 拍戏是副业 投资才是主业 在这之中 有都喜欢扎堆餐饮 热衷于做厨子 靠着流量密集 纷纷走上了套现致富的路子 毕竟每张脸都是活脱脱的金字招牌 明星中最早打通 艺人跨界经营餐饮方法论的是 王正亮的大龙翼 王正亮参加快乐男生出道 是艺人明星 音乐学院老师 更是顶级商人 2013年 第一家大龙翼 在成都玉林地区开业 次年就搞起了全国加盟的模式 如今在全球有300多家门店 火锅连锁品牌比大龙翼早的有很多 但通过明星身份 为商业品牌加持引流成功的 王正亮的大龙翼 堪称内于明星餐饮一代目 所以明星跨界搞餐饮做加盟这一套 人早就玩过了 但要说到 利用明星站台 把这门生意做得炉火纯青 并形成一个产品品牌 营销彼此联动的完美商业闭环 还得属四川至善 四川至善成立于2017年 创始人周扬江湖上富闻其名 最初是做火锅炒料起家的 曾和上过冲晚的成都孝心林小冬 合伙开了一家矮冬挂火锅店 后来两人分道扬镳 他又开了一家吹二哥火锅店 吸引了不少明星前来打卡 在这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明星人脉 因此2018年 在开第三家火锅店谈鸭血时 他就拉来知名孝心廖剑站台 廖剑在台前表演 吸引客流和关注度 周扬则在幕后运作 之后弹鸭血还在热门综艺 天天向上风味中露脸 更有达叔 雨神等 为其出镜录制祝福视频 二人一通完美配合下 弹鸭血迅速攻城掠地 到目前在全国开出800多家门店 而海底捞至今也才开了1400多家 扩张速度恐怖如斯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四川至善摸索出了一条 不同于明星代言的制服之路 为明星运营火锅店 这种模式的标准玩法是 明星站台出个人IP和形象 不收取代言费 与品牌绑定持股 四川至善在幕后操盘 招募加盟商加盟 加盟商交钱 明星和运营商坐等分钱 咸盒装就是这套标准玩法的经典案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咸盒装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网红体质加持 早在2015年 陈赫就和歌手叶依倩 主持人朱真和复在福建 开了第一家咸盒装 虽有明星光环护体 但几年下来 口碑一般 亏损严重 一度开不下去 甚至贱卖9.9元火锅了 2019年8月前后 陈赫找到了四川至善合作 双方共同成立了成都咸盒装 四川至善负责幕后掏盘 陈赫则负责站台引流 当时 陈赫带着咸盒装 频繁混迹各大热门综艺 更邀请一众明星朋友 各入网红到店打卡 相关视频更是刷爆全网 光是某音 咸盒装画质的点击量 就高达10亿级别 一番操作下来 咸盒装就被包装成了 打卡圣地 在遍地式火锅店的成都 咸盒装甚至创下 单日等位500年 排队14小时的惊人记录 可想而知 加盟明星餐饮 这样的新闻放出去 无异于是给财富 打上一针肾上腺素 想加盟的人 都在连夜排队送钱 从2019年开始 咸盒装开启狂登模式 仅用一年半的时间 就开出700多家门店 巅峰时期一度超过800家 掌握了致富利器 四川至善便开始复制粘贴模式 做起了孵化明星餐饮品牌的生意 也就是常说的MCN 并且效果都不错 2020年6月 孙益州的造门槛开业 到年底就开了20多家门店 11月 黄小明的烧江南开了第一家门店 年底时也有了20多家 12月 关小彤的天然呆开业 在同月又布局了5家店 这门生意 四川至善开了香河 走同样路径抄作业的 还有辣斗辣 其背后是成都金城时光餐饮 豆流火锅背后是成都建天堂餐饮 辣三城的背后是重庆川师兄 据IT锐益德中国商业地产研究中心报告显示 明星开的店铺中 61.7%都集中在餐饮 这其中大部分又是加盟的火锅连锁 明星为什么都喜欢扎堆火锅行业 这是因为火锅行业门槛低 易于标准化 容易批量复制 不太依赖后厨 比较容易上手 完美避开了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 可见 这种批量复制流量的操作 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但问题在于 这是一门好生意吗 网上有人吐槽 这些明星餐厅价格部分 分量迷你 口味一般 分明在割消费者韭菜 其实不然 明星和操盘者真正瞄准的 不是消费者 而是一大批加盟商 蚊子肉虽然也是肉 但消费者一旦被坑 又用脚投票的权利 而加盟商们一旦入坑 投入血本 就骑虎难下 可见明星做餐饮这件事 饭菜做得好不好倒是其次 关键是能精准收割 不然也就不会出现 视频开头的一幕 加盟商血本无归 到总店门口维权 品牌哥经过一番探究后 发现四川至善赚钱的能力超乎想象 以咸盒装为例 其底下有三级代理 省贷 市贷和加盟商 这种模式 和微商教母的TST一举同工 将自己的明星流量 直接转化为 对招代理商加盟商的吸引力 最底层的咸盒装加盟商负责运营 且所有制裁 必须要从代理商处拿货 否则就要罚款 市价40的货 加盟商要花70才能买到 代理商先赚一波差价 在盘剥加盟商这件事上 四川至善甚至已经形成了一条 完整的产业链 根据新浪科技报道 一家300平的新盒装门店 加盟费48万 店铺设计费3万 保证金5万 锅碗瓢盆 板凳桌椅 火锅底料等33万 都得从总部统一采购 品牌使用权限为三年 三年后续约的 还得交2万块的合作费 此外 还要每月上交 月营业额2%的管理费 这一波算下来 还没开张 加盟商就要给品牌方89万元 而单就加盟费这一项来说 四川至善就吸金数亿元 这种赚钱超能力 请大家把Respite打在公屏上 需要指出的是 有迷心流量的加持 这些门店的加盟费 通常要比普通加盟店高出好多倍 据了解 密雪冰城单店加盟费 每年在1万左右 而四川至善操盘的天然呆奶茶 加盟费要12.8万每三年 算下来 一年也要4.3万左右 当然在很多加盟商想象中 加盟明星餐饮 肯定会有明星亲自到店 零星一番 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需要满足很高的条件 只有省大或市大 才有这种福利 据媒体报道 天然呆加盟商 想要关小彤到店宣传 要满足三个条件 在当地投放LED大屏 或公共交通广告 投放量要达百万级 承担关小彤及其团队的开销 20至30万部等 而行和装加盟商要乘客到店宣传 也要自掏腰包 比如 乘客到北京搞一次明星见面会门店活动 所有费用被门店自己承担 到最后 乘客只去了掏钱最多的龙湖长元天街店 其他交了钱的门店 一概不退 有门店不服气 官方就给出答复 同一地区也会受到热度带动而获利 若是单独请 密码标价100万 好家伙 以开店之名 举割酒之刀 正应了汤氏爷那句 挣钱嘛 不寒颤 到这里 你以为故事就结束了吗 为了更多吸引加盟商 四川之上还为加盟商 画了一个报复的笔 宣称 毛利率60% 净利率20% 九个月回本 事实上 总行的人都知道 净利率20%有多难 连火锅行业前两名的海底捞 瞎不瞎不 净利率也只有10%左右 从这张投资回报分析表上可以看到 暗闲盒装300平店面 22张桌来算 餐位数130位 翻台率2.24每天 而2019年 海底捞翻台率为4.84每天 翻台率不及海底捞一半 净利却是海底捞的两倍 可见 行和装的投资回报数据不真实 所谓的九个月回本 基本也就是错觉 此外 四川至善打造的这种明星餐饮模式 虽然复制繁殖能力很强 但弊病也不少 在这种模式下 明星多半是充当血透 为品牌引流 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 是一个甩手掌柜 品牌经常翻车 2020年8月 咸和装锅底发生爆炸 烫伤顾客 去年4月份 咸和装天花板坠落 砸伤顾客 今年4月份 天然呆因特许经营问题 被告上法院 另外 咸和装还被质疑 使用合成肉 售卖发臭牛肉 涉嫌使用童工 类似的卫生安全服务等问题频出 屡上热搜 长此以往 品牌口碑越来越差 对品牌方而言 加盟费断得盆满锅满 即使品牌做烂了 大不了换个品牌再做 旧的偶像走了 新的偶像还会再来 这世上 永远有嗷嗷带歌的韭菜 和血本无归的加盟商 所以 这门生意 对操盘者和明星来说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但对于加盟商来说 无疑是个巨坑 最后 说点题外话 陈鹤这次翻车 会站出来填这个 数益元大坑吗 在我看来 大概率是不会 因为神奇的资本操作 帮他规避了一些责任 这就要提到一个真实点 商业构图 据郁剑番茄介绍 成鹤成立的 福建咸盒庄品牌管理 有限合伙公司 他是GP 其他人是LP 然后 他用这个公司成立了 福建咸盒庄 摊影投资管理公司 负责投资 接着 D公司和四川智善 又联合成立 成都咸盒庄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 D公司负责收取加盟费 除了是 D公司承担 而D公司收的加盟费 要分给CB公司 B公司再分给A公司 成鹤和其他股东 占股比分成 所以 这一波糟糟糕做下来 成鹤只用刷脸数钱 出了事 可以拍屁股走人 一句话来说就是 成鹤是不需要 承担责任的管理者 却是背后最大的受益人 这和则钱爆雷的 天然呆套路如出一辙 数钱时毫不含糊 出了事 就是另外一副嘴脸 一切与我无关 不Q哦 再Q就是诽谤 这与那些 冲着流量迷信而来 最后却血本无归的加盟商们 又有谁 Kare呢 最后却血本无归的加盟商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消息